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立呢 是站立的立 鸡是咕咕咕那个公鸡母鸡的鸡 群是群众的群 人群的群 哇 小朋友你想啊 有一群的鸡站在那里 可是中间站了一只鹤 嗯 那只鹤会不会很明显 看起来很特别呢 所以鹤立鸡群这句成语 它是用来比喻非常特殊的人才 或者是用来形容身材比较高大的人 鹤立鸡群它的典故是这个样子的 在西晋的时候 有一个很忠心很爱国的人 他叫做鸡少 他的身材非常的高大 所以每次一站出去啊 哇 就很抓住大家的眼球哦 在西晋会地的时候 鸡少在朝中担任市中这样子的职位 有一次啊 都城里头发生了变乱 而且齐王瞳啊 在那次的动乱中被杀掉了 哇 鸡少眼看着这个动乱的情况非常的严重 他就一路地往皇宫里头去狂奔 哎呀 在门口守着的那个侍卫 看到有人跑过来 立刻就把那个剑搭在弓上 准备要射杀这个人 可是侍卫官看到鸡少的身材那么高大 就认出来他是鸡少了 就赶忙把这个正要射箭的侍卫 这手上的剑给抢下来 小朋友 幸好鸡少长得人高马大的 一眼就认得出来 要不然 远远地看到一个这么高大的人跑过来 还真的是会以为他要闯进皇宫做什么坏事 然后会搭建来把他杀掉呢 这事情过了不久之后啊 和尖王元还有成都王颖 两个人呢 集合了他们的兵力 准备要侵犯西境的国都 这个时候 人高马大的鸡少也就跟着皇上到汤英去讨伐叛军 可是很不幸的 进军吃了败仗 这随行的官员啊 死的死逃的逃 最后就剩下鸡少一个人 虽然情况是这么样子的危急 但是鸡少好忠心哦 他仍然是奋不顾身地保护着皇帝 可是 小朋友你知道吗 战争就是这样 后面追来的兵啊 军队啊 就像是森林里头的树木那样子的多 然后射过来的剑呢 就像是雨滴落下来的那个样子一样 所以 鸡少也中剑 然后身亡了 在那个时刻啊 鸡少身上的鲜血 就喷到了建惠地的衣服上 哇 这每一滴血都代表了鸡少耿耿不变的忠心 在鸡少过世之后呢 有人就曾经对司徒王荣说 昨天我在人群中看到鸡少哎 他那个很高大 很雄伟 很挺拔的样子 简直就像是一只鹤站在鸡群里头 一般的突出根显眼呢 亲爱的小朋友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鹤立鸡群的典故 现在我们用鹤立鸡群来造个句子 我们班的班长是篮球校队的队长 他和我们这一群小女生站在一起 简直就像是鹤立鸡群一样 亲爱的小朋友 我们今天学习到的是鹤立鸡群这句成语 希望你又把它学起来 我是高点姐姐 咱们下回见